老杨到处说 我们继续来谈蔡霞现象 大陆现在对蔡霞开始组织穷追猛打 但是能禁止蔡霞说话吗 蔡霞被宣布开除出党取消退休待遇之后 党校系统我估计正至上而下 开始着手进行党校姓党 党校人姓党的政治教育 组织纪律教育 我相信按照我们的一些理解 中国大陆党校系统都会有专门的布置 专门的会议 也都会有个人 每个人都必须表态发言 这一般的政治过程中是行李如鱼 可以理解也可以想象 但是很多人还不明白 到处在询问蔡霞究竟触犯了什么天条 当然陆陆续续有很多国内的朋友 也听到了蔡霞的录音 那个录音对蔡霞来讲 目前这个状况跟那个是导火线 我在想蔡霞的发言 如果属于诗人场合的意见交换 也可以理解 现在诗底下骂粮的人 比这还狠得多了去 所以这位把录音不经当事人同意 就随意传播 我想这是很不负责任 也很不厚道 这跟老弊那段视频一样 害人不浅 其实我也遭遇过这样的事情 这搞得你很被动 他要把你的话都完整的讲一遍也好 他还有些出路 所以搞得你左右不死 好了 随之而来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 一个红二代 根正苗红 为什么会对当朝当政者 有如此直言不讳的批判 这样的红二代 在中国社会各个阶层 有代表性吗 那么在今天的党内党外 诸如此类的看法 是不是真的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呢 当然我们也开始注意到了 对蔡霞的公开的批判 首先是从环球时报 总编辑胡锡进开始 胡锡进主要是在新浪微博 和他自己的评论节目中 展开他的大批判的火力 8月18号他开始了 指蔡霞对西方媒体的采访 虽然有点来者不拒 接受了美国之音纽约时报 到自由亚洲电台的访问 对中国体制发出了 令人难以置信的恶毒攻击 他开始说 你蔡霞是勾结外部势力 如果一个人 如果一个人上存一失 不跟外部力量合作 损害国家利益的意念 就不会像他这么做 这是他一个主观认定 8月24号胡锡进又说 我不了解蔡霞的精神状态 现在把他往精神状态扯 也没有办法理解他 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背叛 但是毫无疑义的是 他这样做是在帮华盛顿的忙 而损害的是自己的祖国 接着他说 一个人在大势大会面前如此糊涂 哪里置信 该有多么强大的个人算计心理事态 甚至是赌徒心态 才导致这种糊涂的选择 这样对蔡霞又开始上纲上剑 开始旁敲撤击 精神状态 糊涂 强烈的个人算计 心理事态 赌徒心态 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 在当下的中美斗争中 应该是要站在中方这边 而不是把屁股坐在美国那边 对中方的含义可以不同理解 美方的区别是一目了蓝 所以他站到了美方那边 帮着美国攻击中国了 这就说明他就定了一个姓 蔡霞是中国知识分子支持 甚至他也就是所谓自由派支持 就把中国知识分子和自由派 隆隆统统放在一起 那为他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本尊 好了 除了胡锡进之外 总部署在北京的多维新闻网 也很讲政治 今天我们看到了署名郑庆军的文章 题目叫红二代到政治意见者 蔡霞已经走到恨国党的路上 那比胡锡进又高了一级 不是糊涂了 不是什么自由派支持了 归到了恨国党那边去了 他就从蔡霞的有关表态 近期的发言来看 这红二代出身的中国负责 轮训培训党的高中级干部的 这一个最高学虎的中央党校的退休教授 已经完全走向了中共和中国的对立面 成了不折不扣的意见人士 甚至是恨国党 上升到恨国党 他也跟着胡锡进开始在猜测 他到底多少是他真实想法的表述 有多少是出于报复心态的激烈的反应呢 或者有多少是投名状呢 他只有蔡霞本人清楚 但是他认为太侠已经走上了缓华的道路 开始沦为郭文贵郝海东之流 成为胡锡进口中的攻击中国体制的最新明星 那么他认为如果是针对中共内部的问题 或者对中共体制提出批评意见 他认为这也就是充其量的政治意见人士 但如果是为反对而反对 不惜表达自己支持特朗普的什么政策来吸引眼球 甚至呼吁北京 美国要对北京强硬 就是不折不扣的恨国党 这位郑沁军 这文章呢 多半是在胡锡进的观点基础上做延伸发挥 有趣的是他提了一个问题 他很多人怀疑 疑惑是什么让蔡霞从中共中央党校的教授 变成一个政治意见者 甚至成为恨国党的呢 连他都有疑惑 有疑惑不解惑 然后就开始就把人家上纲上线 这也是一贯的作风啊 一贯作风 我在想 胡锡进显然是奉命做文章 多维新闻网一直被人称之为是大外宣 是还不是啊 不清楚 那么之前也写过批判调侃蔡霞的文章 随即被蔡霞在推特上进行反驳 胡锡进负责内宣 多维网负责外宣 这是一个合理的一种意识形态领域里面的安排 第二个呢 郑沁军的文章回顾了蔡霞的学术研究的历程 他还算比较持平一点 蔡霞的学术方向是意识形态和民主政治 是中央党校的自由派学者 据说他在讲授民主的时候呢 一般会从原理说起 对比民主的法国大明传统 法国大革命传统和英美传统 总结出共产党人民主观的历史局限 即便如此 他在任职期间公开的说法写文章 没有脱离理性讨论的范畴 也不曾有过过激的言论 还是经常是中央的媒体啊 新华社人民日报啊这些的座上宾 还写过一个呢 参加过2002年 03年呢 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三个代表 重要学习思想 学习纲要的编写 2004年还参与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 重要课题的研究 都是自己人 体制中人呢 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 对于2012年的18大政治报告呢 有关依法治国 蔡霞还接受过新华社的解读 在采访还进行解读 他就觉得好奇怪 这么好的一个人 这么正派的一个人 这么一个理性的人 为什么会偏到那里去 他提了个问题 他没答案 其实呢 接着他这个疑惑 我们要思考和研究一个重点 是像蔡霞这样一个体制中人 在党校任职期间的 任何一个公开发声 任何一篇文章 没有从来没有脱离 理性讨论范畴 也不曾有过过激的言论 为什么在今天 就会被视之为 政治意见人士 持激烈批判立场 甚至公开的对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指射其非 明言要求换人救党的明确立场 这样一个人 为什么会这样 郑清军说 2010年 在中共中央党校的机关刊物 学习时报的文章 蔡霞还这么写 中国社会经历了几千年的 封建专制统治 传统封建思想文化的影响 限制 影响 加上党内还多少存在的 以往斗争思维 教条思维的限制 有可能使一些党员干部不敢直面现实 大胆说真话 说实话 因此呢 就会有些地方存在两头真的现象 要么 就是呢 刚走出校门 搭上工作岗位 出声牛犊 不怕虎的年轻人 敢说真话 敢说实话 要么就是已经无关一身轻的 退休党员干部 说真话 说实话 这位郑先生 他认为 蔡霞退休以后 就开始了 变成是 两头尖的那一类人 而且是比较极端的人 他认为这一点 我想啊 把这等简单归 就为两头真 第一是对两头现象 两头真现象的曲解 第二呢 我认为这个看法 有点表象 有点肤浅 你已经把蔡霞 一股脑推到对一对方面 说他是恨国党 说他是郭文贵 郝海东 支流者辈 我相信这已经是北京的 内部的政治定性 这一点 我相信蔡霞本人 也已经有很充分的思想准备 我由于美国老友 他坚信 我们在讨论了蔡霞这个现象的时候 他坚信 蔡霞是一位正直和勇敢的人 绝不会有孤名钓鱼 或者自私自利的个人企图 而此外呢 蔡霞应该是对习近平主政之后 中共的所有作为 开始表现彻底失望的 中共改良派的知识精英 他认为其实蔡霞对习近平的批评 在中共党内 甚至包括高层 也有很多赞成的支持的 我们相信熟悉和了解蔡霞的人 对胡锡进 对郑庆军 对批判文哲和观点 是不会苟同的 但是这样呢 对蔡霞的政治定性和粗暴鞭打 很难让性格直率的蔡霞 就此不再说话 蔡霞这个人呢 根据了解他的人都知道 他是属于越错越勇 但还能够拿捏尺寸的人 我相信他也能够在 错综复杂的海外舆论场上 如何表达自己 如何保护自己的 北京呢 是不是从开始就开始 对舆论上布置展开 对蔡霞的文字批判 真的不得而知 还有后续的 因为现在看起来只有胡锡进 在那边刮 一个人在那边唱 没有很多呼应的文章 当然有一些跟帖 那是水军 还是什么不清楚 的确也是 你只能是批判他的思想和文字 他不从商 你没有办法像查任志强那样 去查他偷税漏税 他不是然而生 他自己说的 无从说他嫖娼包小三 他为人单纯豪爽之帅 平时人际关系也不错 你要攻击他的人品 真的还没办法下手 你要说他两头针 其实是对他的肯定 你要把他说为恨国党 你是不是为时尚早了一点 我这个老友 当然他比较熟悉海外的华人 舆论场的一些生态 他说蔡霞现在遭到了 叼盘红粉和云革命者的夹击围攻 甚至是自己人的误解和指责 在中国势所必然 在地质结束之后 中国现代化转型了 每一个历史关键时刻 像蔡霞这样的敢言实弊实破 天津的改良派精英 都会陷入前后左右 不是人的泥脑 而每次转型最终 又都不可避免要半途而会 原因了一大半在革命派对中间改良派的 不宽容和排斥 也导致了中间改良派要么故意沉默 要也导向保守 所以革命派的决绝 保守派的使用 奇妙合谋 构成了扼杀和平转型可能性的一体两面 就让中国不断地重复地 误入前现代的史胡同 终究走不出来 这个观点值得推荐给大家参考 但是蔡霞她一早就说过了 她不是那种只愿意维持岁月静好 不再说话的人 你就这么简单粗暴地 把蔡霞这个人往恨国党那边推 各位她还是会说话的 你封不了她的嘴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你封不了她的嘴